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虎 每日一字這個竹 火竹的竹,竹光的竹 好,火字跟右邊這個鼠 好,這占的比例大概將近是1比2 火字就寫瘦瘦的就好了 好,那這一個點當然有很多種樣式啦 那我們可以增加一點點流暢以及一些 這個造型 稍微可以 稍微有流暢的味道 好 那其實呢,類似這樣連貫 一點點形素的味道先帶進來 好,那這個瓶呢,可以變成 這樣子的連貫性 鼠呢,一般寫大一點 好,這樣子 好,那再來呢 鼠字呢,這裡面 裡面這個 這隻蟲呢,可以做比較 一些省略 就不要寫那麼多 也就是說呢,這個 中間這個口 扁扁的口 變成一個橫畫的省略啦 好,那就是張蒙甫這種寫法 好,我們來寫一下 中一點 挑起來 兩點 好,這個是連貫 寫一下 好,剛剛講 中間變成一個橫畫 好,這連續轉折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當然可以更省略的 好,這都要記起來 以後都會常常看到 火字旁,沒什麼好 目前,還是形書的形式 好,然後這個呢 我們還是用趙孟夫的樣子來寫 只是這裡面 變成 兩折 這樣子 好,這要留意一下 好,然後呢 再來就是 省略這一個 這個式 好,那至於省略 這個鼠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帶上來 這裡就更省略一個 然後這邊呢 也是可以變兩點 或者是 這十都可以 我們 就寫比較省略 那有沒有更省略 有 也是在這邊 做文章 還有 左邊的火 寫到這樣子呢 算應該可以 歸類成形草書 那更草一點 草書呢 就做更大的省略 那我們來看這個火字的 草書 這也是要記起來的 先兩點沒有錯 後來再折小一點 帶上去 這一定要一個折痕 帶上去之後呢 這裡 記住 上面這個式 可以省略這樣 底下這一個 可以維持兩點 或者 剩下一點 也有 來看一下 這裡折 折一下 這一定要 背起來 然後你要連罐撇下來 都可以